哈囉大家好,我是宇 那自從我上次拍了這個Ram Phone UI 的一個介紹之後呢 就有一些人私訊來問我關於這個Ram Phone 5 的一些問題 然後呢有一個問題最常出現就是在截圖的部分 螢幕截圖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因為一般都要點進去裡面往下滑這樣螢幕截圖 對,那有沒有比較快的方式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三種這個Ram Phone 5 的一個截圖的方式 那其實以前的Ram Phone好像也是這樣截圖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那第一種方式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要截圖的話 我只需要按住電源鍵跟音量的下鍵 這樣子 這兩個同時按的話呢 它就會截圖起來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式是這樣的 首先把這個上面的往下滑 然後在這裡可以選擇 把它往右邊再滑一下 這裡有一個螢幕截圖點下去 OK 這樣也可以截圖 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到設定裡面去 那設定裡面呢它會有一個叫做這個 進階功能 進階功能裡面呢會有一個螢幕截圖的部分 你可以來這邊設定 好然後設定這個最上面這裡有一個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鍵點下去 你把它改成就是長按為螢幕截圖 如果你有開這個設定的話呢 那你在截圖的時候 你只要按住旁邊這個最近常用應用程式 點一下的話它會跳出來嘛 但是我們不是要讓它跳出來 我們要長按它 長按的話它就會截圖像這樣 OK就截圖結下來了 好所以呢這是三種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截圖方式 那如果你有去設定的話就可以長按這個 這個我都叫它功能鍵啦 長按功能鍵 然後就可以截圖這樣子 或者是你就下滑 然後往左滑再按截圖 或者是用最傳統以前的方式 就是按住這個電源鍵跟音量鍵的下鍵 OK然後同時按下去 然後不要放開它它就會截圖這樣子 OK那這是Renfone 5的三種截圖的方法 那以前的Renfone的機子 好像有一些也是這樣子截圖的 就是這個音量鍵跟下鍵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這個問題呢 就在這邊統一的幫大家回答 因為真的太多人問我 然後我都要一個一個講 有點麻煩 就乾脆把它拍成一部影片 那就大家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截圖的方法把它學起來這樣子 好那這是今天的一個影片 希望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我是宇 我們下次見 再看看 我愛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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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快優陰去 向下 再辣